由史泰龙主演的动作科幻爽天震撼爱惜 丧彪带着一众小弟闯进了龙叔家中 殊不知龙叔已经提前离开 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对着空气疯狂扫射 扫射完毕丧彪登场 他站在窗边猛地抬起头 发现一对母子正注视着他们 面对一群法外狂徒的围追堵截 二人只好逃到了天台之上 本想从梯子爬下去 却不料已经有人再次等候多时 现在的他们已经无路可逃 丧彪为了找到龙叔 将小山姆带到了土匪窝子 殊不知他的这一行为 将直接把他送进地狱 此时门外看守的小混混 还不知危险即将来临 突然身边的大地开始震动 几人一脸懵逼地看向四周 下一秒直接就傻了眼 只见龙叔驾着一辆垃圾运输车 正朝着他们飞速时代 他们开始对龙叔疯狂仿射 虽然车子不防弹 但是龙叔却是防弹的 他猛地一个加速 就撞炸了挡在前方的报备车 一众小卡了咪见状 开始刺散而逃 这时龙叔一个击打舵 就朝着他们的脑巢撞了回去 大车在滑行了66.66米后 终于停了下来 龙叔猛地站起身 一脚踹碎挡风玻璃 面对一众卡了咪的疯狂扫射 他丝毫不慌 捡起地上的轮胎 就是一个回旋台 两人当场立坟 接着又是一个搞把子将卡了咪送去了西北 看见还有挣扎的再补上一脚 还有不知死活的就再来一脚 还能动的我就打到你一动不动为止 等龙叔展示完毕后 丧彪带着小山姆走了出来 他拿着聂默西斯的战锤异常地嚣张 说他来替聂默西斯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情 龙叔让他放了小山姆 然后他们两个单挑 却没想到丧彪竟然使用招 这两锤下去可把他给牛坏了 龙叔躺在地上 25年前的情景莉莉在目 就在亲兄弟即将坠入火海之际 他果断伸出手臂想要拉起上来 奈何突然着力点被烧毁 原来坠入火海的人是撒玛利亚 龙叔则是被人们称之为坏人的聂默西斯 这时丧彪打算来个致命一击 却不料龙叔竟徒手接住了战锤 此时龙叔提前设置好的炸弹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状态 下一秒 丧彪赶紧下令开枪射击 随后他跑上楼 却看见自己的妹妹已经被炸得失去了生命 来不及悲伤 他赶紧拉着小珊姆躲到了楼上 失去了丧彪的领导 小卡的咪们开始抱头鼠窜 他们赶紧跑进火梯 却不料龙叔已经追了上来 龙叔追到楼上碰到了那个只会玩炸弹的大个子 他毫不畏惧 直接将大个子的胳膊掰断 然后启动了炸弹 接着不慌不忙地走出了房间 他来到大厅 看见小珊姆正在求救 他连忙放下战锤朝着珊姆转去 不料这时丧彪走了出来 他捡起战锤 当他正要落锤之际 龙叔及时察觉 不过受了重创的龙叔已经开始浑身冒烟 没了力气的他被丧彪一锤打飞 此时的火势已经越来越大 他躺在地上心脏狂跳不止 他艰难地爬起 却差点被丧彪踹进火海之中 丧彪缓步走去 小珊姆见状力气暴增 直接摇断了铁管 这边丧彪正要落锤 跑在小珊姆及时带来 这时龙叔已经爬了上来 他一把将丧彪推到石柱之上 然后用尽力气掰弯了自己的战船 锁住了丧彪的双臂 紧接着他把丧彪举过头顶 毫不犹豫地将其送进了火海之中 此时火势凶猛异常 一秒都呆不了 龙叔赶紧抱起小珊姆 接着一个加速度就飞了出去 两人相安无事 影片的最后小珊姆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而聂默西斯则默默地离开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旅程 至此影片结束 感谢您的观看